伟人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 别人失去了信心 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同学们好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老师希望你们健康快乐的学习 让我们开始学习吧 第一,结构助词 动词加上结构助词 可以表示某种状态的持续 例如 一,门开着 二,他们穿着红色的衣服 三,他拿着签 他拿着签笔 在动词前加没表示否定 例如 一,门没开着 门没开着 二,他们没穿着红色的衣服 他们没穿着红色的衣服 三,他没拿着签笔 他没拿着签笔 在拾笔 没有 他手里拿着签笔 第二,反问句 不是 常用来表示提醒 说北京话 说北京话 你不是北京人吗 怎么不会说北京话 三,她是你的女朋友 她不是有男朋友了吗 第三,借此往 常常用来指示方向 例如 例如 一,从这往前走 就是我们学校 从这往前走 就是我们学校 二,你看 往左走是医院 往右走是银行 你看 往左走是医院 往右走是银行 三 从这一直往前走 到了前面的路口 才往右走 从这一直往前走 到了前面的路口 再往右走 现在跟老师一起朗读生词吧 这 这 手 手 手 拿 拿 铅笔 铅笔 搬 搬 掌 掌 笑 宾馆 一直 往 路口 路口 现在我们一起做练习 描述图片 第一张图 他拿着铅笔 他拿着铅笔 第二张图 他穿着衣服 他穿着衣服 第三张图片 电视开着 电视开着 第四张图片 他开着车呢 他开着车呢 你们都做对了吗 同学们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老师吧 谢谢大家 生命一飞 只有一处灿烂辉煌 包容过去 融通未来 创造人生新的春天 你的人生将更加明媚和迷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